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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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现象 我是保安居赵宋强的饰演者 可见之手 知足常乐 十分令人动容 而且宋强作为退伍之人的一身本领 并非没有用武之地 钱永成说最后宋强会代表保安队去参加国际大赛 一宅之人的风采 钱永成接受探官采访 这大概也是或是保安 想要传递给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样本 无论是退伍之人还是小区保安 不管岗位大小 重要的不是身份 而是坚韧 政治 智朴的本质 就像纸片人蔡伟军说的 想告诉年轻人 不要那么物质化 做事要踏踏实实去做 凡是坚持做了就会有收获 现在这个时代 小人物是最受尊敬 也是必须尊敬的 小家和谐大家才能和谐 我是保安众主创 你看 踏踏实实的保安送墙 最后就收获了爱情 和富家女下梦中成倦属了呢 当然 虽然不是每个保安 都能收获这么浪漫的爱情 但智片人叔叔的话 着实没错了 保安送墙与富家女下梦相爱 保安送墙与富家女下梦相爱 说到这里 也许有人要问了 仅仅是坚持 富家女就会看上一位保安吗 对此 钱永辰 无辜表示 对啊 我也好奇 看班会上下梦的饰演者 其消消解释的 宋强是很负责任 很贪实的人 能给下梦安全感 这不是金钱 和地位能决定的 最重要的是品格 钱永辰调皮的炫耀 你们看 我身上这件衣服 是剧中送墙最好的衣服了 是夏梦喜欢上他之后送的生日礼物 我们这部剧又结地气又浪漫 皮椎一下挺有趣 逗得记者们哈哈大笑 连广东 阴雨绵绵的闷热天气 似乎都不再惹人脑了 若是宝安男女主角钱永辰 其消消说笑之后 钱永辰讲了一个剧情 大家这才明白 为什么夏梦会爱上宋强 这里有个情节是大家聚在一起时 突然下大暴雨了 大家纷纷离开了 在宋强发现有个井盖不见了 就一个人顶着暴雨 站在井盖旁边指挥新人远离 生怕别人掉下去 而夏梦睡关窗时 无意间看到了这一幕 于是爱情就这么悄然降临了 小编写觉得 宝安真的很不易 他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真的很多 大道保卫小区安慰 中道解决邻里纠纷 小道上树装猫 希望大家生活中也要多 多尊重他们 我是宝安剧照 除了贴近生活的剧情 及及向上的重能量 我是宝安 这部剧本身也有很耀眼的成绩 编剧刁远用了十年时间 打磨出这部剧本 又经过央视一套多位权威编剧的调整 获得了广界总局的极高评价 入选5A工程5个亿工程 成为行业内的标杆工程 剧组将于5月20日后转场深圳 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40年的变化 通过地标建筑来体现 还要望在央视一趟播出 我是宝安剧组接受采访 谈及为何会拍摄这样一部题材剧 制片人蔡卫军表示 宝安这个局也是在深圳诞生的 以前没有人拍过深圳宝安的电视剧 农村要凭准扶贫 城市要关注小人物 没有他们的付出 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如此平静 所以想让更多人了解 尊重他们 我是宝安剧照五一劳动节刚刚过去 姚永亮导演想对奋斗在平凡岗位的所有人说 我们都一样 都是平凡的劳动者 做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像剧中的一句台词说的那样 我们没有遗憾 小别也没有遗憾 那么如今从事各个工种的你们呢 我应该是在平凡岗位的初音 in the future 我应该是在平凡岗位的初音 我应该是在平凡岗位的初音 我应该是低凡岗位的初音 我应该是不得着 我应该是是个平凡岗位的初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